紅毛邪老師 黃毛邪老師 是國際上非常有名的香港水文畫家 黃毛邪老師 黃毛邪老師 作為香港藝術家 他的藝術不僅是將中國的水墨畫 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 而更加是見證到香港的精神在哪裏 他做成一個很友善的方式 我認為這只能做成真正的師 這次我有機會在理工大學的創新樓 做一個回家的感覺 黃慕邪先生和李大逸很有冤戀 早在七十年代 他就在我們當時的設計上任教 教了十年 培育了非常多的設計人材 黃老師對我們設計學院 一路承傳下來的貢獻 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好像神話 當時我以理工為家 日與繼夜在這裏工作 所以來邀請我做這個展覽 我一口應聲 黃先生回來理大 舉行個人畫展 回顧他這麼多年的作品 還會在與藝術家對話當中 和大家分享他這麼多年藝術創作的經驗 真是很難得 香港理工大學駐藝術家計劃 今年已經踏入第十七個年頭了 特別高興就是今年的節目能夠得到 Art Basel Hong Kong的協助 將今年的節目可以向國際的觀眾推廣 大學校園的文化節目能夠面向國際 實在有賴黃先生的鼎力支持 發展規範 參加大學校園的月薪 Rab 大學校園,地道 皆的部分 這兩位在下午 剛才一年 來自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以前的画展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就选了四个主题 每个主题代表了我的一种的探索 这次我们的主题 我们主力是想强调一个回的概念 这个回的概念其实有很多重的意义 我生命的历史包括了在外国十多年 那回归回流是令我有一个机会 再深一层去体验中国的自然环境 和它的文化历史 今次的展览来说是展出了王老师的三十本相 很代表性的作品 可以反映到王老师在不同时期的探索和成就 今次的展览来说 其实是分开有几个重要的主题 全神合身 几何见罪 求变 分为显情 其实也透露了王老师的心态 他在传统里面见机 在己害里面寻求他的新面目 在线条和山水的组织上不断求变 但是最后最重要的是 他的不明论里面 最重要是表现出一种有情的境界 王老师在很多他的文章 或者他自己和他们谈论艺术的时候 都着重到天地情 是如何透过我们中国传统的水门 而将它变化成为一个新的意象 来表现出不知是艺术家的探索 甚至是个人的反思 甚至是个人对这个自然 对这个山水大地的感觉 非常一个圆满的境界 今次主办王老师先生的个人展览会 我也要多谢我们艺术界很多的朋友 给我们的支持和提供的协助 我在这里特别想多谢香港艺术馆前馆长 邓凯超先生义务担任我们的顾问 亦都很多谢我们的同事 设计学院的洪强博士 是担任策展人 他愿意给学习更多的学习 他愿意给更多的学习 他愿意给更多的学习 我相信王先生的艺术 会帮助理大师生 匡护士野 加深艺术文化修养 他愿意给美丽 他愿意给更多的学习 真是发生 他愿意给更多的学习 他愿意给更多的学习 多艺术 有所在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